接着上一次的画 这个要画得很细的话 会分好几集 但是为了完成作业也没有办法 大家耐心地看 板会很方便 一板搞定 这个平板里边 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 颜色笔刷画材 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要是熟练掌握软件的话 画的效果肯定要比物质绘画要好 当然了物质绘画也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先通过这个板会来练手 一个是你的熟练程度 再一个就是说对色彩 素描的这个更近一个的认识 深刻的认识 我都这样想 我画完之后 我会选一些比较好的 素材啊色彩啊构图啊等等 一个好的 我再手绘 就是把它画成油画啊 丙细画什么的 丙细画不错 丙细画跟油画的效果差不多吧 但是它是用水调制的 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把这个丙细画 水就很方便了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味道 丙细画有一个小不足就是干的块 那你可以带一个水喷壶啊 经常用水物喷一喷 喷一喷画面啊 喷成这个调色板啊 喷喷笔刷什么的 再一个是丙细跟油画结合的画 效果比较好 你看我这个 我摆过的这个背景啊 就是这个彭剑的这个 这个效果 就打底稿 第一遍 铺第一遍颜色的 完全可以用丙细画 画出水彩的那种透明的感觉啊 然后干透了 因为它干的也快嘛 干透了就上颜色 我开始画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 中间调子的一个 一个颜色 或者就不有色了 就先给它铺上 铺之后然后再找 亮的暗的 环境设定影响的等等 然后有些需要虚的话 就用那个右上角第二个工具 涂抹工具 再给它涂抹一下 PS里边也有涂抹工具啊 也是这么一个标识 就是一个手指 把这些局部都完成之后 最后整体还得来一个大的调整 局部再好也要服从整体的需要 该剪的剪的 该反的反的 该突出的突出 该退后的退后 甚至画出那种有一点点雾状的感觉 还有有点资料 就是有点资料 就是有点资料 就这样 在这边 那小铺也有点资料 就是有点资料 那个小铺要这么厚 是有点资料 有点资料 就有点资料 就是一人 是有点资料 就是一人 粗中有細 粗細搭配 都粗不行 都細了 不覺得沒意思 但是重點不會要細 重點之重點更細 我喜歡這樣 這東西就是一個個人的愛好 這個 我們不會強求的 就是我們從這個來掌握它的 樹苗色彩知識 以及构圖 主題 整體 出自民同學整體 是 你看我畫的一些 裝飾的一些 星星的什麼 大字畫成個形 然後 它也有明暗變化了 因為它是 它是浮在 這個 什麼 皮裙上 服裝上 它是 它是 沒有 它是 它是 很難度 的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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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它是 它是 中文字幕——YK 再次复杂 好 1分钟 你看这个摆弄画布的角度也是非常方便 当然摆弄手注意 用两个手指按住它来转动 一个手指它以为你是要取色 两个手指是要移动 是按住 按住转动 不是说点 点是退回到上一个程序 在离转到岁度在外边的手指导 刚才那个是我画的太靠手了 把它往右移动一下 中间会出现一个露出背景的裂痕 我用脱脏工具给它一抹盖住 擀耳朵会 刮手 1分钟 2分钟 1分钟 4分钟 3分钟 4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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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钟 5分钟 5分钟 好 这边也有点红的泛光 红做店 好 这边也有点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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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